我來蹭月 有音樂老師在 好 2003年8月 陪伴我們700多個日子 Shut up 不要叫什麼 那種 他今天穿穿這首歌 我好怕他穿台語的平安頁 一 二 二 四 三 年 好 帶來高高的音樂 我們來一點 再來一點 2003年的 2003年8月 陪伴我們700多個日子 擁有超天籁嗓音的精靈 他放下了音樂上的成就 帶著歌迷由衷的祝福 佔別了我們 沉澱了一年 2004年的春天 你帶著前所未有的活力 又回到這光鮮亮麗的舞台 不管如何 我們會永遠支持你的 好好笑 看到兩個人長得好像好奇怪 好像雙胞胎啊 而且他又是真的你的歌迷欸 他們同學的那種 很感動啊 今天很開心 感動死了 感動 沉澱之勇 沒考啊 被考啊 底下我一下跟大鼻子 哪一段比較感動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像 我後來就上電台啊 然後就是 有 就是高雄的一個 男生打電話 男生打電話 我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歌迷都是 很多都是女生 欸後來他 他就講說 欸其實上次啊 看到你上台啊 然後你只唱一首歌 然後我們在台下 然後我們在台下 一票人都哭了 然後我聽到 因為我不知道嘛 通常都是 欸你唱完就 OK 下班了 哇好累喔 就去吃飯 可是沒想到其實 這些人就 還在等你這樣子 然後 後面就 不是我 這樣 好 那你有話要 讓他帶回去給他們嗎 嗯就是 謝謝你們 謝謝 好 就帶來漫華的謝意 謝謝你 謝謝 今天雖然是真的像洗三溫暖一樣的 來 再來 嘿 再見 好 這就是我 唉呦 做了很久了 原來你有外科風啊 大家好我終於出生 終於出生 終於出生 沒有因為我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他臉 他不太 對 他其實陌生人 或者陌生的環境 他不愛講話的 對 尤其蔡健陽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是 唱歌 他就好像活了 嗯 讓他講話覺得是 但是今天 欸 蔡先生很來 我說欸 他們倆是在新加坡就認識嗎 其實不是 他們倆是在新加坡就認識嗎 其實不是 我們在馬來西亞一個頒獎典禮 對 對 先認識 那一年燕姿就剛發片嘛 然後就 在一個頒獎典禮就看到燕姿就 而且 其實我之前我很喜歡 Tania 我真的是很想他的歌迷 像他 他 就是還沒有發國語專輯之前 他已經發英文專輯 對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到 我就想說 哇 這人唱得真好 我就想說什麼國外的 藝人 可是後來是新加坡 我就覺得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就覺得說要支持本地歌手 那時候我看到燕姿其實是 第一次看到他是在 就是 在電視上 然後就知道他是新加坡人 然後 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常常我看娛樂新聞就會 就是那時候看娛樂新聞 就特別非常注意到他 尤其是他是新加坡人 就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就非常的自然 對啊 所以那時候在那個頒獎典禮就 我們就聊了起來 對 然後就感覺就是有那種親切感 因為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到後面才比較熟 對啊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兩個都是很不簡單 對 你知道從新加坡 然後 再到台灣來 這等於要猛龍過將 沒錯 就打出天下 而且都是 這麼厲害 我覺得真的是 對 對 所以其實會分外的 有時候會比較孤單 對 你又要把人家講哭 對 不要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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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今天還沒看到你哭 不用 我今天充滿溫暖 這是給我向前的力量啊 你看他就是這麼可愛 你看 所以那你們在新加坡有碰到嗎 有 我們常常 對啊 就交換號碼 然後就 會去喝東西啊 而且我跟Tanya就是彈得來的 對啊 因為可能我們語言很像 但是你們兩個在新加坡 有沒有一起唱過歌 我們好像 我也不是 我從來沒有去過KTV耶 也沒去過KTV 從來沒有 所以你們兩個只有 在下面只有一起講過話 沒有唱過 沒有我們有一起出去啊 逛街啊 吃飯啊 對對對 但都沒有一起唱過歌嗎 唱過歌沒有 沒有只有他 所以我告訴你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齁 就是說 你覺得說 他是歌手 他們兩個有沒有一起唱過歌 沒有 沒有 所以這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酒肉朋友 什麼啊 吃飯逛街機 我們不喝酒的 沒有沒有 他也不喝酒啊 他喝北路 今天有個機會 就不如小燕姐去唱 對啊 對啊 我就說這個姿勢很難的 他們喝酒 我們等一下去啦 他們在新加坡 也沒有一起唱過歌 那在台灣 因為不是 而且很難得 可以看到兩個天后在唱歌 而且從新加坡過來 然後在這裡唱啊 這是留下一個紀念耶 真的 對 挑一首歌來唱唱 你們來挑 就挑那個 Sunny Came Home Sean Calvin 嗯 好 英文歌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鼓掌 她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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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